新产品迅速迭代 新订单超语期增长 前沿产业 火热登场 大家好 我是高虫 一拜四国回来的熊龙机器人悠悠 欢迎各位来到我家做客 颠覆性技术 原创性技术 打造增长新引擎 培育新制生产力 原本我们今年定的目标是不超过100台 但是这个还没有过完年 我们就已经预定出去了27台 所以我们上调了一下 今年的销售目标 我们的预计是不超过200台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我们继续全国两会特别关注 新制生产力锻造季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我们知道要发展新制生产力 就需要通过原创性颠覆性 前沿性的技术突破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 在这些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中 人型机器人作为一种未来产业的先锋 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吸引力 成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 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那么眼下国产人型机器人 发展水平如何 人型机器人能否很快进入工厂和生活呢 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和苏州的调查 我可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然后他现在就会走到我们的面前 跟大家做打招呼的动作 在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的展厅里 我们的记者见到了人型机器人悠悠 见到客人进来 悠悠主动打招呼 听到技术人员的指令 悠悠还给我们展示了打太极拳 笔心 动作十分流畅 然后悠悠跟大家握个手吧 然后我在我跟她握手的时候呢 她能感知到我的力度 你看可以非常柔顺地进行一些 握手的一些控制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 她能感知到我的意想 我的意图 通过她算法去判断 我现在是要握她 还是要 对 还是要松手 悠悠不仅会根据语音指令 做一些动作 而且已经像人类一样 有了初步的感知能力 比如格力刚跟悠悠下达了一个任务 让悠悠从冰箱里拿一瓶饮料递给自己 悠悠 我有点口渴了 帮我拿瓶可乐 好呀 没问题 请等我一下 机器人就会通过她的环境感知 去定位冰箱的位置 然后通过自己的运动规划算法 去走到一个冰箱的面前 然后再通过自己的感知规划 然后再去打开这个冰箱的门 做双臂的一个 就是双臂斜同的一个操作的抓取 首先悠悠刚才是识别了冰箱的把手 把这个把手给拉开了 现在呢 她可能就要去定位自己眼前的可乐 去实现一个抓取 悠悠取出冰箱内的饮料之后 还不忘把冰箱门关上 然后后退转身 把饮料送到格力刚面前 主持生命之源 记得按时喝水悠 谢谢你悠悠 对 她就把可乐递到我树上 对 我们不仅在室内的场景 可以去让机器人做一些灵活的移动 和操作的任务 甚至可以到一些汽车的生产线 对 总装的生产线去做一些 代替人工的一些装配 甚至是一些检测的任务 这家公司2012年成立 深耕人形机器人行业12年 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极少数 具备人形机器人全站式技术能力的公司 不仅解决了人形机器人核心部件 四伏驱动器的字眼 还在全球率先完成了 从小扭矩到大扭矩 四伏驱动器的批量生产 在这家公司的展厅 我们看到了小到两公斤负载 大到五百公斤负载的四伏驱动器 都是具有核心技术的产品 从两公斤到五百公斤都能够做到 全系列的这个机器人的关键零部件的制造 然后呢量产以及商用化 我们才能够不断地能够把整体的人形机器人的成本 能够降到一个也就是10万到15万左右的这么一个范畴 这家公司展厅里的机器人就是他们走过的路 这是历经四年研发 在2016年发布的一款原型机 当时还只是一个裸机 只有双足 没有双臂 2018年 他们发布了第一代人形机器人 同样也没有双臂 2019年 他们又发布了第二代人形机器人 取名为Walker 身高1.45米 已经具备双足双臂和全身36个自由度 目前这家公司的人形机器人 已经实现多次迭代 其第三代人形机器人Walker X 能够像人一样走路 上下楼梯 还能做一些开瓶盖 浇花 踢足球等指令型任务 这是人形机器人Walker X 在智慧工厂中进行训练及测试的场景 目前它可以做SPS智能分解 通过和自动导引车AGV的联动 人形机器人可以迁入到高重复 低负载的生产流程中 我们在2023年 我们去发布了我们针对工业生产的 新一代的我们叫工业版的机器人Walker X 现在正在我们的电动汽车的智能生产线上面进行实训 这是Walker X在新能源汽车工厂实训打工的场景 记者看到 在汽车前后门锁质检缓解 Walker X能够对汽车门锁进行实时图像采集与传输 当门锁状态无误时 Walker X会在系统上标注OK 在安全带检测环节 Walker X可以将手部翻转180度 下拉安全带 完成6D位置识别 最后Walker X走到车头前面 动作柔顺地贴好车标 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整个过程 Walker X展示出稳定的身体控制能力 和灵巧的手部动作 记者了解到工业版人型机器人 Walker X拥有全面升级的视觉定位导航 手眼协调操作 步态控制 多模态路径规划 锤域模型等技术 可以在工厂流水线 实现精准安全同步的作业 在这家公司 我们还看到了即将推出的下一代人型机器人 这是我们今年会推出的 最新一代的Walker的概念机 它其实是身高1米75 那跟我们人的这个平均身高 已经是完全一模一样了 然后它会有我们的这个电子皮肤 跟周围这个环境的很多的感知 以及跟交流的这个动作 悟空悟空 打个喷嚏 悟空悟空 打个功夫 看好了 人型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全球正加速进入到场景测试阶段 而在教育领域 人型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 而且十分走俏 这是他们推出的小型机器人 以及预教娱乐的各种新装智能机器人 此外 还为上千所学校提供智能机器人硬件 软件 涵盖从中小学和职业院校的人工智能教育 从中小学的这种科创素养 在到未来的产业人才 实现我们说在今天我们说强调 新制生产力的这个阶段 持续地去带领整个产业的人才的高质量发展 然后随着这个我们叫做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的成熟 以及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现在我们其实正面临的 我们在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生产力革命的一个无限庞大的一个市场 也就是我们现在聊的人型机器人 新制生产力 创新起主导作用 以人工智能 生物科技 新能源 新材料 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为新制生产力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空间 2023年10月 人型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出台 今年1月又出台了 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中提到的创新标志性产品 写在第一位的就是人型机器人 这个人型机器人 它确实是一个 新制生产力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下一步随着整个产业政策的引导 还有一些产业链配套的一些支撑 包括各地的一些这种地方政府的一些发展的举措 还有一些应用场景逐渐的成熟打开 一些商业模式也比较完善之后 我们这个产业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 包括一个速度 在一系列政策利好推动下 国内多家公司在人型机器人这一赛道上竞相追逐 2023年12月 同样是在深圳 另一家公司发布了名为夸富的大尺寸高动态人型机器人 重量约45公斤 全身自由度26个 步速最高可达每小时4.6公里 快速连续跳跃高度超过20厘米 是国内首款可跳跃可适应多地形行走的开源鸿蒙人型机器人 在这家机器人科技公司 测试工程师正在不断地测试人型机器人的跳跃和行走能力 记者看到机器人能够连续进行跳跃 而且还能稳稳地站立 这一款人型机器人的行走步法接近于人快走的速度 行走姿态控制稳定 甚至能够完成像人一样的小幅度转弯 像这样的测试我们每天大概会进行几个小时 然后一轮一轮地反复去测试 中间其实也会有存在失败的情况 我们在产品上后面对整个产品做一个迭代的改进 测试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正在通过大运动量的测试检验机器人硬件的稳定性 过程中发现偶发故障 为人型机器人的持续赶进提供数据 像这种让机器人不停跳跃 就是在测试机器人关节的极限爆发性能和抗冲击性能 为后续人型机器人奔跑打下基础 我们每一台交付的机器人都要做这个对应的测试 代表他能够每一台都是一样都能够完成这个极限的功能 为后续我们可能通过一些软件算法的更新 会更新他这些高爆发的运动 比如跨越啊跑步等等相关的功能 吴宇聪告诉记者 人型机器人跨腹能够实现跳跃 与他们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关节直接相关 这个一体化关节峰值扭矩能够达到300牛以上 扭矩密度达到了每公斤200牛以上 充分满足机器人高动态 高爆发 高精度的需求 此外 他们还对关节结构和热管理模型进行了优化 提高电机对散热效率 增强关节的稳定性 它更加耐造 就是它更加能够适应这个高力矩高速的一个工况 第二个呢是它本身的这个力矩执行的精度会比较高 就是我告诉他要出到的压力 每个关节就能够出到的压力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款小型的电机 好像这种电机的话 我们一般是用在类似于肌线的手肘部分 以及脚踝 踝关节部分 我们可以在这个测试台上去测出它的极限性能 或者说它的动态性特性 以及它的峰值特性 包括温度升高的情况 这一家公司创始团队的核心成员是一群90后 他们是来自哈工大的博士团队 也是机器人的发烧友和爱好者 曾获得全国机器人大赛冠军 研发副总裁吴宇聪出生于1995年 当时创业的时候 还是哈工大的大一学生 吴宇聪坦率地告诉记者 虽然对于人形机器人赛道充满信心 但资金的压力无处不在 人形机器人研发时间长 投入成本高 研发制造单个人形机器人的成本 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此外 由于技术尚不成熟 距离产业化还有相当的距离 为了维持运转 创业 医视 公司就从小型机器人开始 发力教育市场 在公司的展厅 摆放着一个模拟的赛事场景 两个小型机器人在指令下 进行物快的搬运和转运 针对中小学生 他们还开发了全图形化编程平台 通过自行搭建和编程 完成比赛任务 我们也是先从教育机器人 这个入口进行切入 让公司能达到一定的营收水平 然后包括支撑我们持续地 进行产品的研发和迭代 像清华 航空大等等高校 都在用这款产品 开设机器人相关的课程 也是就是为机器人这个行业 培养了一部分相当的人才 2023年底 他们推出夸富人型机器人之后 立即收获了多家公司 递来的橄榄枝 市场的热情也出人意料 原本我们今年定的目标是 不超过100台 但是这个还没有过完年 我们就已经这个预定出去了27台 所以我们上调了一下 今年的销售目标 我们的预计是不超过200台 在这家公司的一间办公室内 工程师正在培训客户 教他们如何操控人型机器人 组装车间里 技术人员正在组装新的人型机器人 记者了解到 眼下不仅仅是在让人型机器人走进工厂 测试机器人在工厂中的应用场景 很多公司也在积极测试 人型机器人在生活场景中的应用 就在几天前 安紫薇刚刚和一家家电企业完成了 人型机器人的家庭生活场景的演示 人型机器人完成了包括插花 浇水 洗衣服 晾衣服 等家庭服务场景的展示 也是看好人型机器人未来的发展 所以也是想要尽早的布局 我们预计在两到三年的时间 能够进入一些垂直领域 细分市场 细分行业进行一些应用 然后五到十年的时间 能够进入像家庭和服务场景 我们不仅感叹 科幻影片中的场景正在走进现实 不过 安紫薇也坦言 目前的人型机器人 还面临很多在运动控制 视觉感知和人机交互 等方面的技术难题 此外 智能化程度和生产成本高 也是阻碍人型机器人 广泛应用的两个主要因素 现在每台机器人的成本 都要数十万人民币 我们现在已经做的 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 但是离市场的需求和期望 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我们期望未来能把售价 控制到十万以内 作为一家机器人初创公司 胡宇聪深刻感受到 国内机器人产业基础雄厚 供应链完善 更重要的是 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容量 我们觉得中国确实是很有可能 在这个应用上 我们能走到在这个上面 走到先机 战到先烈 新制生产力是生产力质的跃迁 人型机器人是信息 制造 材料 能源 生命等技术的极大成者 涉及领域新 技术含量高 其创新发展蕴含巨大生产力潜能 有望带动新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 那么创业公司在人型机器人的细分领域 又会如何寻找自己的突破口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现在机器人的手能有多灵巧呢 江苏苏州这家公司专门做机器人的手 公司负责人介党羊 给记者展示了他们刚刚和大学团队 共同研发的一款五指灵巧手 记者看到这个灵巧手每个手指既能单独活动 同时还可以和其他手指一起做出握捏等动作 这个更累人就让人有一种这个很亲近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可以捏也可以握 也可以每个手指头有五十牛的力 也可以提很重的重物 借党羊告诉记者 这个手要想和人型机器人的手臂协同工作 需要接收人型机器人的大脑小脑发出的指令 随着人工智能和环境感知技术的发展 手部搭载了大量的智能传感器 可以将要抓取物体的种类 位置重量温度等信息传递给机器人大脑 甚至将来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的自学习来让这个手明白 看到物体之后就知道用什么构型去抓取 变成一个人的一个潜意识的这个能力 这个里面其实需要投入非常多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工作 人类生活和工作中大部分动作都离不开一双灵巧的手 人型机器人同样如此 作为人型机器人的感知和执行部件 灵巧手的作用无可替代 这家公司最初是给自动化生产线做四幅电动夹爪 2016年他们研发出第一代三指灵巧手 这是公司第三代三指灵巧手倒水的场景 记者看到安装在机械壁上的三指灵巧手 在收到指令后伸出机械壁抓取水壶 然后到达玻璃杯的上方之后 将水准确地倒进杯子里 如果说配合这个 比方说人型机器人的视觉 智能感知能力 通过它视觉采集的这个数据 进行一些抓取策略的分析 这时候可以自动地下发控制指令 来实现这个自动抓取 不仅能准确倒水抓取橙子 拿着视级瓶摇晃也不在话下 而且这个灵巧手能够根据抓取物体的形状 大小采用分支对支定支的方法去抓取物体 让我的这个灵巧手在极限小尺寸下 实现更多的功能 然后同时它的能耗也做到更好 更小 这样对于它的续航来说也是更有益的 机器人多指灵巧手 是以人手的结构和功能为模仿对象 尽管目前已经能够模仿人手的一些功能 但是距离人手的高自由度的灵巧性 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介党洋告诉记者 现在灵巧手的成本还比较高 抓取能力稍限不足 要想推向市场实现盈利还需要时间 就是两到三年我们可以推向这个市场 给大家先配合起来把生态打通 然后再通过五到十年时间 把灵巧手这个事情做到一个非常的 就像人手一样的灵巧 抓取能力强 然后又很批式扛用又很低成本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未来持育性的去努力的一个方式 没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人形机器人产业叙事待发 早已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关注 AI在化工行业非常适用于分子发现 分子的逆向合成 材料大模型 化工工艺优化等应用场景 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化工行业的廖曾泰 今年的两会建议是 加快人工智能与化工行业深度融合 加速形成新制生产力 廖曾泰认为 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多方协同合作 形成国家级行业通用数据级 鼓励AI在化工新材料的研发方面的应用 助力我们国家化工新材料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赋能未来发展新制生产力 离不开人形机器人这个科技明星 2023年工信部印发的人形机器人 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提出 到2025年 人形机器人创新体系初步建立 大脑小脑肢体等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整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实现批量生产 到2027年 人形机器人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作为全球机器人最大的应用市场 我国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机器人产业链 我们相信 在政策技术的双加持下 在不远的将来 我国人形机器人会像汽车手机一样 变成新一代的终端 普及到众多场景中 蓄势新制生产力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